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日前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说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政党 能够风华正茂 英姿勃发 得来不易 当中的要诀主要有两个方面 他表示 一方面中共是一个不断学习 不断自我完善 不断向前迈进的生机勃勃的党 从1921年建党开始 共产党在领导革命以至国家治理的道路上 即便出现过许多曲折 但每次都能依靠自身的机制拨乱反正 再闯新路 历史实践证明 中共具有超凡的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百川惠海 有容乃大的开放行政党 董建华说 中共建党初期是工人阶级领导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如今吸纳了各民族各界别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的精神气魄 使中共能够摆脱西方政党的狭隘利益观念 引领整个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董建华指出 中共是世界上持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 没有全盘照搬照抄别人从不盲目模仿 而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不断探索 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董建华表示 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历史使命历久长新 每一个时代总有其独特的挑战和机遇 每一代人也有他们的承担和期盼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克服挑战 创造机遇 改善人民生活 这需要科学的研判能力 超凡的规划能力 灵活的统筹能力 全面的组织能力 高效的执行能力 我们国家五年规划的成功 以及抗击新冠疫情的成果 体现了执政党的总体施政能力 证明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 共产党领导下的执政为民 不是西方选举的竞选口号 而是全心全意全力奋斗的行动纲领 我们现在今天做中国人 要开始骄傲 真是毫不简单 国家的这个成就 真了不起 已经大事情出来了 你在顶层一定要有个最好的领导 全国上下 大家一条心 一下子就干出来了 就这么一个干出来了 其他的多少国家做不出来 我们做出来了 我真的很骄傲 我真的很骄傲 董建华表示 自己有幸长期参与全国政协的工作 对此深有体会 他称 中国的政协制度 最大的优点 就是在中共的统一领导下 最大程度的 把社会各界各阶层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推动国家的增量发展 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 让中国能够立足于国情和发展需要 朝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坚定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